岁末年终各界的爱心不间断 社团法人花莲县社会公益联盟捐赠了新台币4万元 任养花莲市的路灯 市长魏嘉贤代表接受并且致政了感谢状 市长魏嘉贤感谢有这么多的企业、社团热心的捐赠 协助减轻事工所的财政负担 也奉献爱心照亮花莲市乡亲回家的路 花莲县社会公益联盟理事长黄东目表 日前召开会员大会时 有会员提出要任养路灯的方案 全体里监市一致通过 因此今年特别捐赠4万块钱 要任养花莲市的路灯 我们今天是来建筑爱心路灯 因为我们在开大会的时候 我们有会员提出来 说事工所这边有在做这一项服务动作 所以我们大家一致认同说 我们来乐监来服务大众 来给市长检听他的财政压力 协会的话是做一些急难救助及捐官捐木 我们是以这两大项为主题 其他也有做一些爱心物资的发放 及低收入户的爱心关怀 后续的去督促他们 去关怀他们 市长魏嘉玄感谢社会公益联盟 长期以来对事工所公共政策的支持与认同 也透过社团帮助 让花莲市的建设更加完善 那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社团法人公益联盟 来捐赠路灯4万元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会员伙伴 对于花莲市推出的各项公共政策 公益政策都大力的支持 那尤其是在路灯的部分 很多的朋友也希望说花莲的路灯 能够有非常明亮 那也谢谢联盟的支持之外 也要特别感谢公益联盟 过去在若市的一个照顾 不论是扶若祭品或捐官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再次要特别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社团法人公益联盟的 所有的理事长还有理监事 那他们的发挥的爱心 跟公益的一个精神 让花莲更幸福更美满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 跟社团法人公益联盟继续做 弱势的仿视 弱势的关怀 那再次要代表市民 谢谢他们 花莲市公所感谢 七月社团有月任养路灯 除了可以减轻公所的财政负担 也奉献了爱心 照亮花莲市相亲回家的路 借理会花莲市报导